現在想像不到是多麼漂亮 我曾經祈禱教主 就是他幫我預備住處 我教主幫我在生命河邊建一間屋 然後在兩個生命樹中間掛了一張吊床 一方面可以隨手吃到果 又可以欣賞到花 又可以去生命河游泳 有些不吵架 真的很棒 大家好 麗媛好 彭君好 我們很開心已經來到第九集 我們上次特別講到一種很適合我種的東西 就是種也不死 落皮生根 但也很好 從那裡我們看到一些相處之道 要有平衡 要懂得約束和放手 都是很好的 植物教我們很多東西 上次我記得有一次你問我喜歡看聖經裡面哪些植物 另外其實我很喜歡看 我很希望看到 在生應該就不行了 不過將來有機會 就是生命樹的果 你覺得是怎樣的樣子 應該是很高大 十二種果子 就是在生命樹的旁邊 蘋果樹、芒果樹和香蕉樹的合體 我喜歡吃那些 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這棵樹究竟是怎樣的 但將來在生命樹的果子 那棵樹是生命樹的果子 而那棵樹是有結十二樣的果子 換句話來說 因為你應該知道一件事 有花就不等於有果 那棵樹是有果的 嗯 是不是 開花不等於有結果 但是結果的呢 是一定有花的 是啊 是啊 一定有花的 所以生命樹也一定有花的 對 所以將來很精彩 是啊 我猜有十二種花在那棵樹 是啊 很漂亮 是啊 所以我們要明白 如果我們說 有些樹 有果不等於有花的 這個是錯的 嗯 嗯 我們聽見有一種果是沒有花的 是啊 我也剛剛想問 無花果是怎樣的 其實就是改錯名 是啊 是啊 真是美麗的誤會 是啊 其實無花果是有花的 真的不知道 不過是不顯眼的 嗯 而且它叫做無花果 是因為花開得比較隱秘 而且不像花 而且很快 所以它的花托就會把花包住 嗯 你看到的果實 其實如果你切開它 你會看到裡面有很多粒 很多東西 很多粒粒 其實它整個花可以說是包住在裡面 哦 隱藏了花 沒錯 所以無花果樹 其實最重要的不是花 而是果 嗯 但是過程是有花的 嗯 而大家知道了 無花果這棵樹 其實是代表以色列的 嗯 所以可以這樣說 就是神對它也有要求的 就是它結果子 這才是最重要的 嗯 一定要結 是的 我想你也應該記得 第一件衣服就是無花果樹的葉 嗯 唐琪娃就是用它的葉來做衣服 是 其實我想也有意思的 嗯 原因是因為 無花果樹的葉的形是挺漂亮的 嗯 另外就夠大塊 是啊 是的 另外它的葉型不是普通的一個森型 嗯 它好像是 擦開 這樣 有些 總之是擦開 嗯 我想它可以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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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沒有那麼大風的時候吹過來 哈哈哈 就是透風 辛苦一點 還有呢 就 記得有一次主藝蘇都在 上去無花果樹永戈子 嗯 因為看到它有異部 嗯 但是可惜 去到 沒有 沒有過 這是不正常的 即是說那森樹本身也有些問題 嗯 它有其表 因為它有葉 基本上來說 葉就是吸收營養 陽光 然後它就要結果子 嗯 但是呢 那一刻它去到那個 無花果樹底下 找不到果子 那你就知道了 那麼主耶穌就皺了這森無花果樹 嗯 如果你說主行的神跡裡面 這個是 被認為唯一一個 是比較負面的 負面的神跡 唯一一個 但是這樣 這個其實是有個寓意的 就是講到呢 無花果樹 好像現在 他們那些 以色人的情況一樣 嗯 就是虛有其表 嗯 快里塞人就是這樣 嗯 虛有其表 根本就是五結果子 嗯 是粉色的墳墓 只有外面那個 就是好看 但是實質呢 它是沒有果效的 嗯 但是呢 亦都想起就是拿旦葉 嗯 是怎樣的 主耶穌稱讚它是甚麼 真以色列人 沒錯 所以呢 很明顯 主要的 一個怎樣的人 就是它 怎樣宣誓是一個真的以色列人 就是它對神是忠誠的 嗯 在哪裡發現它呢 令到拿旦葉對主耶穌改觀呢 就是主耶穌說了一句話 對嗎 嗯 我在無花果樹下看到你了 嗯 是啊 所以呢 很好啊 因為 令到拿旦葉真的縮嚴起勁 為甚麼呢 因為它很可能就是 在那時候 在無花果樹下想起身 要拆救著你 嗯 它相信這件事 嗯 那麼 當主耶穌倌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它就 它就很敬畏了 嗯 很敬畏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 一個是真以色列人 一個只是虛有其表的 法理錯人的那個群體 嗯 明顯就是 用了無花果 去 象徵著 那個真正無花果應該有的意義 就是那個果是很重要的 那麼 引申到呢 其實可以這樣說 無花果樹也都代表著教會 嗯 也都應該要結果的 嗯 如果不是呢 你就只是 就是教會了 可以莊王很好 但你是一無實質的人 神是不歡喜的 嗯 那麼 剛才我們說生命樹的果 其實是有花 嗯 而生命樹的花 如果在生命樹來說 有十二種花 這是很奇怪的事 嗯 很難想像同一棵樹 有不同顏色的花 或者有不同種類的花 是很奇怪的事 你不說也想唱不到 沒錯 我記得一次我去日本 是 走過路邊 見到一棵花 我忘記了它是甚麼花 我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有五種顏色的花 在那裡 同一棵樹 嗯 那我覺得 哇 然後我在想回 是呀 為甚麼我一直沒有想到的呢 我很喜歡行山的 嗯 其實很多時候行山都見到一種花 嗯 俗稱叫做臭花 哦 我也見過 其實它的學名叫做五色梅 是呀 它也是五種顏色的花 在同一棵植物那裡 是 所以將來生命樹 有十二種的花 其實是絕對有可能 是呀 很有可能 但是自然界裏面 不算很多這類的花 嗯 是在同一棵植物 同株有二花 不多的 譬如可以是木芙蓉 另外還有就是獸球花 嗯 據說獸球花 你用那些泥土的不同的PH值 就是那些酸鹹植 是 那不同的話 它就開出不同顏色的花 嗯 很可能有時下雨 那酸度會高了 那變了它下一次開的花 又變了 又不同了 是的 那還有呢 我們喝涼茶的金銀花 是 金銀 其實是兩種色的花 嗯 那它呢 會在不同的時間 開出不同的花 嗯 其實原來在我們自然界裏面 根本就是有一些這類的 就是同一棵樹 但是有不同顏色的花 嗯 不過將來的生命樹的花 就更加厲害了 更精彩 更精彩了 那你就 探為觀止 我相信 正是觀賞這棵生命樹的花 是的 即是現在想像不到是多麼漂亮 我曾經祈禱 教主呢 就是在 即是他幫我預備住處 是嗎 是的 我呢就叫主呢 就是幫我在生命河邊 就是建一間屋 然後呢 在兩個生命樹的中間 掛了一張吊床 那一方面 又可以隨手可以吃到果 又可以欣賞到花 又可以下去生命河游一下水 又可以拔下餃 又可以拔下餃 真是很棒 是啊 很舒服 好了 我講得太多了 好了 今天我們很特別的 雖然桌面好像不是很多東西 但是呢 卻是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 放在一起的 嗯 那今天的題目呢 叫做共創和諧社區 嗯 好了 解釋一下 其實這樣的種植方法 又很特別 嗯 其實這個呢 就是我們叫做組合盆栽 嗯 這個是很適合上班族去種的 是 因為可以減壓 發揮他們的創意 嗯 是的 是的 還有我覺得這樣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但是它能不能生存 因為呢 上次就介紹過 這些呢 就是多育植物 越套耳 要曬的 是啊 但是這些呢 都不能生存 是 你把兩樣東西完全都不是一樣的東西 放在一起 它會不會其實兩樣都死光呢 其實是故意這樣的 是嗎 是啊 因為呢 如果大家看中間的話 其實是有一塊膠片 將它分開的 哦 那就是兩種不同的泥土 是啊 那這一邊是多育 除了月套耳 這裏呢 叫做吹雪之松感 嗯 很漂亮啊 不同色的 是啊 多育植物 那它們的泥土是要疏水的 是啊 是啊 還有它都需要多些陽光 是啊 而這一邊呢 其實是以前介紹過的 沒錯 網民草 是 醋醬草 另外我加了一些水竹草 嗯 那它們全部都是需要多水 嗯 和土樣都是不同的 嗯 但是我就將這個膠片 將它們分隔開 嗯 還有呢 我將一張書籤放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一邊是需要多陽光 嗯 但是這一邊是需要借陰 嗯 所以就可以幫它擋了一些陽光 哦 哦 下次你再搞這些呢 我寫一張書籤給你 好啊 那你經常都記得我 可以 好了 那如果是 那你們放在一起吧 那照顧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辛苦呢 又要記住這個 這個要淋水 這個不用淋水 要不要那麼複雜呢 想得 有一張書籤提我 這邊淋多些水 哦 是啊 這邊不要淋多 是 那另外呢 我看到還有一些配襯的飾物在這裡 是啊 是啊 那讓它漂亮一點 還有一些組合盆栽呢 是有個故事 就是可以自己做個故事 譬如有條路啊 走進一間屋啊 這樣 哇 很特別啊 所以可以發揮創意的 沒錯沒錯 那如果這一類的組合盆栽呢 我現在看到你這個就是方形的 嗯 那是不是可以有其他形狀呢 其實 可以啊 正方形有得 圓形有得 橢圓有得 嗯 嗯 那我現在是廢物來用 這個其實要來裝筷子 哦 很聰明啊 是啊 在下面穿幾個洞 那讓它梳水 嗯 其實如果我們做這些呢 那對老人家或者對小朋友啊 或者對一些情緒啊 有沒有幫助呢 讓它可以舒緩一下 減壓 嗯 還有可以 設計的時候呢 嗯 可以表達一些自己的意思 沒錯 沒錯 他可以選一些特別的公仔 他喜歡的公仔放進去 還有我想都可以告訴他們 小朋友和小朋友 特別是小朋友 其實可以在同一個社區裏面 有不同的人 可以一起的生活啊 一起的和合的相處啊 嗯 是啊 這個也可以代表社區 就像你這樣說 嗯 可能他們的個性不同 喜好不同 年紀都不同 嗯 但是如果可以互相包容的話 其實這個社區可以很和諧 還有這樣擺擺得很漂亮 嗯 我想連在狗裏面都是一樣 是的 我們有不同的性情 嗯 但是我們也可以是一起的經歷主啊 可以很享受愛啊 也可以被此付出愛啊 嗯 還有之間都可以有很多學習啊 沒錯沒錯 嗯 還有我看到呢 其實可以擺的時候呢 你有花的心思呢 其實都是一種藝術啊 嗯 就是插花那樣嘛 是 我看到什麼花都插了一堆 其實你 不是很漂亮的 我不會插花啦 但是有高有低 有不同顏色的配襯 就會令到整個整件事就很漂亮了 是呀 加一些層次啊 就會增加自己想像的空間 嗯 明白 所以其實神都很好的 嗯 將我們不同的功用 不同的頂之梅 也都是放在一起 嗯 使這個格更加美 是的 我們就可以更加能夠 就是完成與心意 也都彼此可以有享受 嗯 好了 其實呢 剛才都講過了 就是原來呢 每一種植物呢 其實都有不同的特性 是吧 也都 某程度上可以展現一些個性出來 是呀 其實很有性格的 所以我們下次呢 就好了 下次我們就講一下 植物都很有性格的 嗯 下次我們講一下 解釋一些植物 怎樣有個性法 記得呢 留意我們的頻道 以及訂閱 還要like 按一下小鈴 OK 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